讲好农业重养殖 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三诺雷哥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都是很多农民都想要的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 咱们农民种植出来的这个玉米价格 就在这两天又开始蹭蹭蹭的往上猛涨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农民都开始犯嘀咕了 哎呀现在我家的玉米都卖完了 这个玉米价格又开始往上涨了 要知道玉米不卖了不 放到现在那不多赚的钱吗 是不是朋友们 农民心里面也想了 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能维持多久 因为现在玉米还没有下来 马上收小麦了 收完小麦才能用玉米 那这样的一个价格能不能维持到收玉米的时候呢 今天的这期视频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咯 关于玉米这块呢 想和大家先分析一下前期的这个价格 在2022年这个玉米价格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最低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有1块2毛5左右 1块2毛5左右 通过1块2毛5 基本上会涨价到1块3 1块3毛2 这个价格呢 维持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 是吧朋友们 在2022年的时候 在2022年也能说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玉米的价格呢 可以说都最高的价格哈 都涨价到1块3毛9 真的1块4都会有的 可是维持到现在的话 维持到现在的话 也是突高突低 过万年之后 玉米的价格可以说低的特别可怜 1块3毛 3毛1左右 1块3毛2左右 1块3毛4 具体的还得看你的这个玉米的质量了 话题又说回来了 就像视频开始那样说的 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价格 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 现在涨到什么价格了 有没有比你们的那边高了呢 在我今天回老家的时候呢 我们村子里边哈欧农民正在卖玉米 我都问他现在价格怎么样 他这说到了 涨价了 涨价了 1块3毛8左右 有的最高价格都涨到了1块4毛2 3左右 具体的还得看你玉米的颗粒大小 颗粒饱满 颗粒好的话 品质好的话 也就是说质量好的话 那那个价格有可能会达到1块4毛1左右 工厂里边 深加工那一些企业 他们的收的价格 1块4毛3 1块4毛5都会有的 你们那边什么价位呢 打得平时就和大伙分享分享吧 关于这个价格呢 我一直多长时间呢 我带来这个话题 来到了收购站的老板 收购商呢 他这边呢 不可能骗咱们 是不是 然后他这边也预算了一下 也就是说 在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的基础上能维持多长时间 他这边收到了 基本上 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有可能到 2023年收玉米的时候 收玉米的时候 有可能会打回原形 维持多长时间呢 也就是说 他这边收到顶多 也都说一个多月左右 所以说 手里面有玉米的朋友们 赶紧卖掉 或者是 这个价格有没有 我们这边核的 这个玉米价格 比你们那边高了呢 还是低了呢 你们那边什么价位呢 可以打到评论去 和大伙们 分享分享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简单的落在这里了 关于这个玉米的价格呢 也就是说 以后的发展如何 还得看市场的动态 谁也管控不了 是吧 朋友们 就是这么回事 就看屏幕前的朋友您了 现在有玉米呢 你要不要卖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不降不散 拜拜